一名小微企業主5月13日對第一財經說 他做生意經常需要大額的資金進出 但他的招商銀行借記卡被限制 一天只能取5000元 他去銀行調升轉賬額度 如果一天要提取100萬 需要拿身份證 銀行卡 房產證等進行審核 即使審核通過 當天就失效 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往銀行跑 大陸企業家汪君16日告訴新唐人 自己也遇到類似情況 中國農業銀行 普發銀行等多家銀行 從4月起陸續發公告 以反詐騙保障客戶資金安全為由 把部分客戶的非貴面業務 單日限額調整到1萬元以下 福建龍海農業銀行5月份發公告稱 將批量調整非活躍個人結算帳戶 非貴面業務限額 設置單日累計支付限額調整為1000元 廣西柳州銀行則對6個月每主動發生交易的小額借記卡賬戶暫停非貴面業務交易渠道 熟悉大陸公司及銀行運作的獨立撰稿人黃金秋說 銀行擔心取錢的人多了 出現被擠兌的風險 所以限制取款及轉賬額度 中國各銀行2月份相繼發布公告 對個人長期不動戶及一人多戶 及賬戶餘額低於10元的睡眠賬戶開展排查並清理 黃金秋分析說 銀行收緊監管措施 跟極端防疫清零政策造成的經濟進一步的斷崖式的下滑有關 旅美經濟學家黃俊分析 北京對金融平臺和消費平臺整頓之後 拿到這些平臺的數據 對客戶的個人資訊已經精準把控 他們開始排查提前進行風險把控 中國疫情之後 而且這幾年的經濟情況也頓不理想 整體的抵押貸款跟信用貸款的風險其實很大了 整個中國的金融穩定性是面臨很大的挑戰 所以現在銀行通過互聯網平臺他們交來的數據進行個比對 布局去摸底 就評估目前的整體的情況的健常程度 也證明了金融風險已經是有拉向警報 中共多次強調嚴防金融危機 由於疫情 教培 地產遭打擊等原因 今年年初 有20萬名房主因棄房斷供遭到四大銀行起訴 近期在河南安徽的村鎮銀行持續取不出錢來 4月中旬 中共出臺了《金融穩定法》 大陸星圖金融研究院說 這凸顯了當局對當前房地產企業風險及地方債務風險擔憂